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谈一谈水果蔬菜的保存 也就是我们最近由于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希望少去商店一次多买一些 这样的话就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买了很多的食品 他们怎么样保护他们 就是保存他们 让他们能够持续时间长而不至于烂掉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另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买的一些食品 买了以后它不成熟 所以我们吃起来感觉到口味什么都差了很多 也就是说我们保存食品蔬菜和水果 蔬菜和水果我们希望取得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让它保存的时间更长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想让有些东西 在我们吃的时候我们希望它成熟 那么所以说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保存的办法 自然的保存办法 那么我们要想保存蔬菜和水果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不能够成熟或者成熟的太快 我们记得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啊 他们精力旺盛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他们长得非常快 那么也有形有状的 每个人身体都长得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年轻人身上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叫做基数 也就是我们叫荷尔蒙 女孩子有女孩子荷尔蒙 男孩子有男孩子荷尔蒙 那么这个荷尔蒙呢 就让人体呢变得成熟 那么变得有形变得好看 那么实际上我们那个在植物和蔬菜水果当中 也有一种荷尔蒙 这个荷尔蒙呢 就叫乙烯 也就是说我们水果和蔬菜 我们摘下了以后 然后它产生一 它在内部有一种荷尔蒙 这个荷尔蒙呢 它可以就是 荷尔蒙 它产生一种荷尔蒙 这个乙烯的气体 那个乙烯的含量呢 它可以破坏 就是说乙烯含多了以后呢 它就会破坏那个叶绿素 那个叶绿素呢 就是用光合作用 它产生能源 让我们色彩更加鲜艳 让这个让蔬菜呢 更有更有energy 那么如果我们吧 如果我们产生过多的这个乙烯了以后呢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 它的这个叶绿素呢 就会大大的受到分解和破坏 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的这个蔬菜呢 没有在缺少叶绿素的情况下呢 再后它就会变颜色 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所以这个乙烯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控制 可以用乙烯呢 来让这个减少乙烯的含量 这样的话会减少破坏 叶绿素的这个分解 同时呢 我们为了达到让水果蔬菜变得熟 我们可以利用它这个叶绿素 加乙烯的增加乙烯的办法 然后让它尽快的成熟 那么说起这个乙烯的呢 还实际上在这个历史上 还有一个故事 我觉得很有意思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也就是说一百多年前以前呢 人们就是说一些水果蔬 一些特别是种lemon 所以种这些lemon和这个橘子的 这些水果蔬呢 他们就收获了很多的水果 然后呢 他们就要储存在仓库里边 你到农村里边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一个的棒 就是一个一个的仓库 每个农场都有一个小的仓库 那么这个小的屋子 那个屋子呢 实际上呢 他们就来储存这些收割的 收获的一些食品 比如蔬菜和水果 那么那个橘子商呢 他们就收获了 收获了以后呢 因为那里边呢 很冷 他们想保持一定的温度 然后很冷呢 然后呢 他们就觉得又怕把水果都冻坏了 所以呢 他们就 又很暗 所以呢 他们无形当中呢 他们就用油灯 那个时候还没有电灯了 就是油灯 那油灯呢 他们就去点燃油灯 然后去看 去照射 去看里边 甚至还可以感觉到 里边好像有点油灯以后 会让取暖 然后让这个屋里边的暖和 而不至于上洞 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突然发现 哇 他们点了煤油灯以后呢 结果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储存的这个仓库里边的水果 都变得非常好看 然后非常好 比如说那个青的也都变成 就是橘黄了 也都很好了 然后他们就 就发现这样的一个 一个现象 后来呢 就是说 他们就用这种办法 就是用油灯里边的这种 实际上这个油灯呢 实际上是产生了一种气体 叫做乙烯 那么这个乙烯呢 实际上它就可以改变这个菊科的这个颜色 而且同时呢 可以吹 这个吹化 让你生的变得熟 知道吧 变得熟得很快 所以这样的话 就人们就 后来呢 当然一百多年前 以前的故事了 那后来的时候 人们就进行科学研究 就发现 这里边实际上 最主要的是 它产生了一种气体 叫做乙烯 那么乙烯呢 那么所以呢 那后来呢 这个乙烯呢 就被广泛的用于 这个我们自然界当中 那么所以商业当中呢 他们就用乙烯呢 就是你比如说 他们收获的那些 lemon 橘子 就是说橘子 收的橘子 当时收的都是绿的 硬硬的 然后他们把它 拉 集中在仓库里边 集中在仓库 然后运到 目的地以后 然后他们就用乙烯 来催熟 乙烯 一下子那个颜色就改变了 就是放一些乙烯的地方 然后那个就改变了 所以说我们据说呢 就是说我们在市场上买的这些 就是非有机的这些 这些可能有机的也有 就是说在市场买的所有的橘子 都是被处理过的 就是用乙烯处理过的 就是你看到 你可以发现到市场上 你买橘子的时候 全都是非常漂亮 每个橘子都是非常漂亮 但是口味吃起来就不一样 是吧 所以说呢 这样就是他们就发现了乙烯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乙烯可以保存食品 就是我们可以减少乙烯的含量 让食品呢 能够保存时间更长 那么还有一办法呢 我们就是可以用乙烯 来和催熟 让它色彩光亮 好看 那么好看 那么就成熟 所以你到市场上 你可以看哇那西红柿 怎么每个都这么好看 都是这个颜色 当然有人说 他们是用什么原子能 用什么吹了晒了 不是 实际上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乙烯起的作用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 那么乙烯是不是有毒呢 那depends 就是如果我们放很多很多的乙烯呢 那么这个可能就对身体就有害 知道吧 但是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商业当中 他们都有一定的含量 所以说呢 基本上不会造成人体的巨大的伤害 所以说大家不要不要 要放心 不要紧 市场买东西有乙烯 OK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谈 我们家里买了很多的东西 我们怎么利用乙烯这个因素 来保存我们的食品 那么那么首先要 首先呢我们也要知道 就是说哪些水果和蔬菜 他们产生乙烯 就是乙烯含量比大 哪些水果呢 就是乙烯含量很少 这样的话你可以利用 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同的组合 来达到你的目的 那么我就历史出来这样的几个 你看我这个前头 这有几个框 那么这几个框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个框里边 我们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西红柿 还有香蕉 就是说 这个绿的香蕉 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香蕉 还有萝卜 还有土豆 还有Carrot 还有Cellery 就是这个青菜 所以就是香蕉 土豆 西红柿 萝卜 胡萝卜 还有蔬菜 就发现这一类的 就是颜色比较鲜艳的 这一类的蔬菜呢 他们往往 他们是就是产生乙烯比较多 那么他们产生乙烯比较多呢 所以他们就容易腐烂 知道吧 容易腐烂 那么产生一些乙烯比较多的 当然在产生一些乙烯比较多的东西呢 我们还有很多 我可以给你们历史出来一下 比如说苹果 苹果在绿的时候呢 苹果在绿的时候 它是产生乙烯比较多的食品 还有Apricot Apricot就是杏子 杏子呢 Apricot就是杏子 杏子呢 就是它也产生 还有Avocado 绿的时候它产生乙烯比较多 还有Banana Banana就是绿的时候 还有Melon 就是西瓜呀 甜瓜呀 还有这种Rock melon 这些就是 那什么哈米瓜 之类的这些瓜 还有Mango Mango也是绿的时候 然后还有Arnie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Arnie Arnie 还有呢 还有一种叫做Pairs Pairs 就是梨 还有Pasmon 就是还有 就是那个 就是柿子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Tomato 等等 这些呢 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是产生乙烯比较多的东西 还有一部分食品呢 我们叫的乙烯非常敏感的一些食品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Arnie 还有已经熟了的这种香蕉 还有比如说 还有一些 一些豆芽 或者Broccoli 就是菜花 还有Cabbage Cabbage就是那个 白菜 卷心菜 还有呢 就是那个Cauliflower 还有呢 Cucumber 黄瓜 还有呢 就是Eggplant 就是那个 茄子 还有呢 就是 Green Green Beans 豆角 绿豆角 还有Grapefruit Grapes 就是葡萄 还有Spinach Spinach 和Kale 就是Spinach 就是菠菜 和那个 还有Lattuce Lattuce 就是生菜 还有这个Ocra 就是一种 一种瓜 Squatch 也是一种西餐用的一种瓜 不知道它中文名字怎么翻译 那Sweet Potato 就是地瓜 还有Watermelon 还有Watermelon 就是 这个西瓜 等等这些呢 还有Duccanine 等等这些呢 是Sensitive的东西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 你要把这个Sensitive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产生乙气比较多的东西 把这个 比如说这个西红柿 它产生乙气比较多 然后呢 你要放在这个 放在乙气比较Sensitive的Together 就是你如果把这两个茶放在一起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个东西就很快的就熟了 知道吧 就很快的就熟透了 很快的就熟透了 所以说呢 你要为了达到就是熟透 你把它放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说就是Avocado Avocado和那个苹果 绿苹果 然后绿苹果产生乙气比较多 Avocado呢 这样的话 它们在一起 然后它就会加速它的产生的这个 加速它成熟的过程 成熟的过程 那么我们一样的就是说 我们西红柿放在这里 是吧 然后呢 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些Sensitive的东西 放的很 就是 就是 它们保存时间就变得短了 那么我们为了 就是保存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把它分开 你要想保存时间长 把它分开 就是产生乙气的这些东西呢 另外和对这个乙气比较敏感的这些东西 要把它分开放 你不能都放在一起 都放在一起的话 这样的话 这个敏感的这些食品呢 它就很快的就成熟了 然后就开始烂 知道吧 所以说它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你比如说 你们看我们 我们这儿有一个Kiwi Fruit 它就非常Sensitive的 那么我们就把它立得远远的 就是单独地放在一个地方 它就没有乙气给它 所以说它就没有熟得很快 所以你看它就没有熟很快 如果说我们想叫的熟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这样的话 它就会熟得很快 知道吧 所以说呢 这样的产生乙气的 和不产生乙气的 这些 或者是产生乙气的 或乙气敏感的这些食品 不要混放 你如果要保存时间长 这样的话 就会让它 这样你把它分开放了以后 这样的话 它们的时间就会 就会很长时间 都不会坏 这是一个办法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 它对乙气呢 没有敏感度 就是它也不产生乙气 也不敏感的 比如说像蒜 还有这个Grape Fruit 还有这也是Grape Fruit 它们就是说 对乙气的敏感度 就很差 就是不产生乙气 也不敏感度很差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土豆 你看 我们这个土豆 跟这个放在一起 怎么了 这个产生乙气 doesn't matter 所以它俩放在一起的话 这样的话 土豆也不生牙 它也不干 它也没事 所以 但是如果说 我们要把 要把这个土豆 放在这里边 那就出问题了 用什么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和这个 两个 就是这个 很快的会烂掉 很快的这些东西 就烂掉了 所以说呢 那么 所以说呢 我们要巧妙地 利用它的这个乙气的 也就是水果和蔬菜的 这种荷尔蒙的东西 来保存我们的食品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说 我还想指出来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有些食品呢 是必须放在冰箱里边的 有些食品 是不能放在冰箱里边的 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保存黄瓜 黄瓜是 如果要是 因为它产生很多的水分 比如说土豆也是 土豆 土豆 洋葱 它都是一种 就是说 水分 它产生很多水分 然后这些水分呢 然后还有这个 它会产生很多水分 那么这些水分呢 往往就会 你要放在冰箱 阴暗潮湿的地方 特别是那个黄瓜 它不但没有保存时间长 还缩短了它的时间 还容易烂掉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大家 就是要根据它的这个产生水分的问题 来分开放 比如说这两个都产生水分 如果我们说土豆和阿尼放在一起的话 它两个都产生水分 这样的话就会让boss 你会觉得土豆很快就长出芽子来了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洋葱 也很快就烂掉了 但是你要分开放 OK了 你要分开放 像这个 像这个阿尼 它分开放 有产生湿气 然后就被吹掉了 然后那边也吹掉了 所以它始终保持一个干燥的一种状态 所以它就不容易换 那么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东西呢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说不好放在这个冰箱里面 还有一种东西呢 是必须要放在冰箱里面 比如说这个berry 像berry这些东西呢 它就是 还有这个东西 它就是 还有一些什么葡萄啊 什么东西呢 你必须放在那个东西 放在冰箱里面 因为它 这个必须要放在冰箱里 因为冰箱里 因为它的熟的过程太快 这样的话 你不放在冰箱里 降温了以后 然后这样的话 它才能够停止它的继续生长 所以说呢 有些东西是必须放在冰箱里 像berry一类的东西 那么还有一些呢 当然你可以放在任何地方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这个辣椒 大辣椒 那个中式的辣椒 然后呢 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 Pone 或者是Galic 像这个Galic 蒜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它跟黑门 它就就是也 对乙烯也不敏感 然后呢 它也不产生水分 所以这个东西 你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所以都能放时间长 所以说呢 我就是想今天呢 就是和大家来分享 这样的一个 就是窍门 就是怎么样自然的办法 让这些水果和蔬菜 能够保存的时间更长 或者让它们变得成熟 更快 通过这样的办法 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产生 乙烯的这些食品 乙烯敏感的食品 不要放在一起 要分开放 如果你想保存时间更长 如果你要想 想吃 想比如说 想把这个 想把这个变得更快 熟得更快 那么你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它会变得熟得更快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些 这些自然的办法 来保存食品的这种办法 希望大家 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的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视频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